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世界观浪 我是节目主持人孙昌国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 就是现在在Washington DC 美国跟美日奥印的领袖 都抵达了美国的华盛顿 今天稍后他们就会举行峰会 其实美日奥印的峰会的举行 在今年的三月 也就是拜登当选总统后不久 其实就已经举行过了 但是当时是视讯会议 今天是实体会议 所以短短在六个月不到 就举行了第二次的会议 可见得拜登心里面 把这个会议看得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这个会议 这次的会议 虽然表面不说 但是实际上对象 当然是针对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来解析 那这个最主要这一次的会议 象征着拜登 他整体的对外政策 尤其是对中政策 基本成型 最主要他有内环 就是大概一个礼拜前 他首次的宣布 就是成立了一个 叫做奥 有些人开玩笑 叫做奥克斯 奥克斯 A-U-K-U-S 这个是以央格鲁 萨克逊 这个为核心的一个 等于说是军事安全联盟 那由美国 英国跟澳大利亚组成 那这个是他最核心的内核 那这一次他邀请的这个 加上这个印度跟日本 那是也是在经济体量上面 在人口上面也是 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所以基本上美日澳印 也构成了 除了内核以外 他扩大就是将来 他的联盟最主要的 就是美日澳印 变成他的亚太 印太政策的一个核心 那如果仔细的去想 就是美国跟澳大利亚 美国跟日本 都有这个联盟 军事联盟的关系 在二战以后 其实他们都有像 美日安保条约 美澳的安保条约都有 但是唯独美印之间 没有所谓的安保条约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 虽然尽管有美日澳印这四国 但是实际上 美国是非常非常的想要争取印度加入 但是这一次印度总理莫迪 他当然已经选边了 但是他不会加入联盟 也就是说他一到达华盛顿 他也是非常印度非常非常精明 莫迪就发了一个推特 要尽量的争取美国的投资 扩大双方的这个经济的来往 然后他把这个联盟定位成 他也不希望太刺激北京 所以他把这个联盟定位成 价值观共享的一个 很松散的联盟 这个跟美日美澳具有安保的联盟条约的性质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就是说尽管美日澳印四国峰会举行 但是确实印度在法理上面 还有在这个国民心态上面 包括领导人的想法上面 跟具有法律约束的日本跟澳大利亚 是不太一样的 那另外呢 这一次大家可能也感兴趣的 就是说他们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会有哪些议题加入讨论 那不容会言的 当然他们的潜在的潜台词 当然是跟中国竞争 而且要遏制中国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现在国际媒体上面 一般都归类成有几个议题 第一个是共同的合作对抗疫情 那他们希望也是希望印度能够加紧的制造疫苗 而且这几个国家也要联合起来 应付新冠 希望拿回这个主导世界对抗疫情的这个主导权 第二个议题呢 当然预计他们会发表联合声明 那这个联合声明或者是他们讨论的议题中间 当然会提起航海自由 航行自由 那尤其是在东海 还有台海跟南海 那他们会牵涉到这一个议题 那另外呢 这个他们还会提到供应链 就是尤其是供应链的完整 尤其是所谓的半导体供应链 那刚好在这个峰会的前一天 美国也推出来了一个 这个对于半导体 尤其是芯片供应链的早期预警系统 所以不管是美国行政当局 或者是国会 都会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而且也把它作为未来跟中国在科技上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竞争的领域 因为他们认为半导体芯片 是决定未来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不管是5G或者是未来的6G通讯 不管是这个未来的科技产品 不管是手机 全部还有国防工业的发展 都需要半导体芯片 所以他做出来这个早期预警系统 也就是说供应链安全 尤其是半导体 也会成为一个议题 那这三个我刚刚讲到的 疫情 航行自由 强化供应链 这三个是一定会谈的议题 那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到底世界会怎么样看美日奥印峰会 那这个相当有趣 各位观众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思考一下 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目前为止 东盟跟欧盟都对美日奥印的行程 有一些疑虑 尤其是先说东盟 东盟在美国以央格鲁撒克逊为主的 美奥印的军事新同盟形成以后 印尼 马来西亚都发出了一些疑虑的声音 那包括新加坡以前驻联合国的前大使 马凯硕也都预警了 他认为就是说实际上东盟不应该选边站 而且美国有发动新冷战的这种战略的错误 这个是东盟基本上东盟十国的反应 但我们同时呢 因为如此 所以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特别的在联合国大会 这个跟东盟十国的外长举行会谈 其中有些是实体的 有些是视讯的 有些人不能到 所以实体加视讯 他强调就是说 美国近期要在对东盟的这个印太政策 尤其是针对东盟的会诚信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也知道东盟对于 现在美国推行的印太政策 有一些疑虑 另外我们刚刚提到欧盟 那欧盟的反应更是有趣 其中可以体现出来的就是 欧盟这一次 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 这次最新做出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 大概有63%的欧盟成员 中国的民众认为中美关系 已经进入了新冷战 就是欧盟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做出的最新的调查 有63的民众认为中美形成新冷战 那但是呢 有趣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认为欧盟跟中国 进入新冷战的民众呢 只有31% 而且民意调查显示出来 就是说很多的民众认为 事不关机 尤其在一些国家 对于罗马 对于这个 像匈牙利 保加利亚 还有对于 马德利 柏林 这些民众 都不认为说是中美的新冷战 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 这跟以前在欧盟 尤其北约跟苏联抗衡的时候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那可见的未来 美国在这方面的话 也会加以补强 另外一个欧盟很值得探讨的 他们认为就是说 对于自己生活最有影响 他们认为是跨国企业 而他们不认为中国或美国 对于他们有太多的影响 这个也是我们 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美日澳印的峰会 开启 那北京现在有哪些的动作 来加以应对呢 就是美国 尤其是拜登 急剧的想要形成联盟 意思就是说 我后面有一大堆兄弟 现在拜登基本上的做法是这样的 澳大利亚也是如此的 就是说我在跟 以后再跟北京谈判的时候 我旁边的朋友很多 日本也是如此 那印度当然也抱有这样的心态 不过各方的这种 真实的想法是不尽相同的 那北京的做法 北京的做法 现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也就是说北京在经济融合 北京在推进 继续的推进经济融合 那怎么看出来呢 就是大概在中秋节前后 很有意思 这个北京 因为今年的CPTPP 其实它今年的 这个最主要的主办国是日本 但是北京刻意的忽略了日本 像这个CPTPP的原始的缔约国 新西兰递出了这个要求加入的申请 那这个选择就代表了北京 想要继续的推进经济融合 那非常非常有意思 如果我们回想王毅到东南亚 因为刚刚我说到布林肯 在争取东盟 我们如果回忆到王毅 到了三个国家 东盟三个国家 分别是新加坡 还有越南 另外还有这个柬埔寨 那大家要想到 其实新加坡跟越南 包括后来又去了南韩 对 这个新加坡 越南南韩四国里面 有三国 实际上是CPTPP的成员国 那今天越南的外交部 正式的发表公告 就是说愿意 乐见其成北京 加入CPTPP 而且也愿意提供 当时越南入会的 基本的一些原资料 那这个就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王毅到东南亚 到新加坡 到越南 到南韩 势必跟这些国家 讨论了中国加入CPTPP的相关事 这个 而日本 就接到了这个讯息 日本今年是主办国 明年是新加坡 日本接到了这个讯息以后呢 我相信 是第一时间就传递了这个讯息 到了台北 所以才会有台北 在迅雷不及掩耳 而且出人意料的时候 去申请加入 这个CPTPP 那反应也很有趣 就是当北京提出加入CPTPP CPTPP的时候 被澳大利亚跟日本是泼冷水 而当台北加入 申请要加入CPTPP的时候 是这个日本首次 首先就表达欢迎之地 那澳大利亚也跟进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将来在CPTPP上面 也会形成一个很微妙的角力 那我再跟大家重复一次 就是这个 如果说美日澳印四国峰会 我们如果要把它说成 是一个正式形成军事联盟 其实不是如此 我刚刚也提到印度 并没有法律上面的约束 而跟北约也不太一样 因为北约它要有定期的开会 而且它要有工作组 有固定的成员 所有相关的国家 要派出成员不断地去商讨 相关的安全议题 但是现在这个四国 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机制 也没有形成这个 一直联通沟通的工作组 并没有 所以我们说 现在还是 如果真正要形成的话 还是一个 比喻的话 还是一个怀孕期 那另外就是东盟 对于东盟跟欧盟 对于美国发动的联盟 他们是有一些疑虑的 而CPTPP就可以体现了 就是说CPTPP要 现在要申请加入 其实费很多很多的功夫 越南可以加入 也显示出来什么 就是像美国 像日本 美国或澳大利亚 表达出来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的忧虑 有些地方在第三者来看的话 是站不住脚 所以我们总结了 就是美日奥运峰会登场 那他们讨论的会讨论议题 我们刚刚有触及 那整体的来看 我们可以总结 归纳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拜登上台以后 那美中之间的竞争 合作跟对抗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那美国的布局 一步一步的即将完成 当然中国也有因应的方案 那其中以经济融合为代表 那欧盟东盟实际上 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作弊上关 好了 谢谢各位观众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